各位同学们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科学博士的YouTube频道 最近印度在俄罗斯 去尼乌克兰的战争中的表现 现在被欧洲各国 各国可以说是吊起来鞭打 那我们这期节目 我们想来谈谈印度这个话题 那么起源就是在这 现在全世界 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国家 正在制裁谴责俄罗斯的时候 那么印度的话 它不但它不谴责制裁 而且还向俄罗斯购买了 几百亿美元的军事装备 更是宣布对俄罗斯不采取任何的制裁 并且俄罗斯的卢布和印度的卢比 而且还可以自由运换 就在货币上去支持它 这个俄罗斯经济的一个发展 并且还是因为俄罗斯给它打了折扣 它在背后就买了一些更便宜的 就是有折扣的就它那些小便宜 那美国因为这个事的话就已经很发露了 就是说现在拜登政府在讨论 要不要因为印度的这种骑墙的这种作风 然后就购买俄罗斯军事装备 在这个节骨眼上 就是全世界现在这个节骨眼上 去制裁印度了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讨论 于是乎就会已经有朋友在问 说这个印度这个国家怎么了 那不是个民主国家吗 对不对 还有民主体制吗 这个国家怎么了 有人说这个印度是这个奇强政策 有人说印度这个是什么中立政策 不结盟政策等等也好 但这期节目 魁博士就来和大家谈一谈 印度的问题 我们来谈一谈印度的未来和印度的过去 以及印度它现在的做法 它是不是对的 是不是科学的 然后印度就是为什么会因为 它的这种奇强的战略政策 它其实已经失去了三次 它已经完全改变命运的机会了 就是它的战略上的这种失误 已经失去了 哪三次我们一会会说 那么基于印度县的战略 那为什么我们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印度的经济 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超越中国 我从经济而说经济产免 不谈那个什么政治民主言论自由 这方面就当从经济角度来看 就为什么呢 然后就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最后 这也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一个主要内容 我们先来说说印度的政策 为什么是现在被大家称为这个奇强政策 其实大家并没有更多把印度叫做什么中立政策之类的 因为中立的话指的是你在地缘政治的不一边倒 这个其实是可以的 像有很多国家在地缘政治的话 它也不一边倒 像瑞士 包括很多的一些大国小国也好 比如说你不去提供武器资源 不参与战争 或者在一些内战的时候 你不去干预 那也是OK的 但是你现在问题在某些侵略战争的时候 现在在大是大非的面前 对于侵略战争 如果你保持中立的话 中立它不是说你没有伦理 没有人性 没有投你心 不谴责战争的行为 这不是中立的一个真正的含义 就看看瑞士的吧 瑞士在二战的时候 一战的时候 他都是站在中立 不去参与这种战争的打 但是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是小国 另外的话就国家不大 然后如果他是个大国的话 他可能就很难保持中立 比如说中国的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说我要我保持中立 那我不和日本打 那日本撩你嘛 对不对 那德国打过来撩你嘛 这是另外一方面 但是印度在 但是这是瑞士在大是大非的农历面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印度就相当于人家在那边杀人 然后你在这边袖手旁观 然后顺便还骑墙捡点小便宜 觉得这个是中立吗 这个其实不是中立 它就是叫骑墙吧 你像瑞士这次的话就参与了 而且制裁了俄罗斯群立乌克兰人战争 就他还是有自己的农历底线的 你可以总理没关系 你可以你看瑞士也没有派武器 没有派军队 也没有去参与这种战争 但是他有基本的 他所谓的道德农历底线 就人家在那杀人的时候 我可能不去制止他 至少我报个警吧 或者我谴责一下 对吧 这个是要的 对吧 或者对这个杀人犯进行制裁的时候 我参与一下 这是一个基本的 我不参与杀人 是这个 但是对于现在 就对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的国家 对于你比较落后的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就可以不是想说 就是你要想发展 你为什么绝对不能够采取 骑墙政策的一个原因 你甚至在一定 绝对不能采取骑墙政策 而且甚至你也不能够采取 所谓的中立政策 它为什么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印度和中国的一个大的一个轮廓的发展史 我们来看看 从我们从这个大范围的战略层面 我们在科学的看一下它 就从战略节点上来看 我们看印度吧 印度是1950年独立建国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是1949年建国 但之前的话是中华民国 然后经历过抗战争以及内战 那么最后的话我们就就就以这个49年中国49年作为标准 因为之前打仗嘛就是疫情二白啊就49年中国是经历过这个 这个两场战争 然后就变成疫情二白 那么印度在那个时候其实也是疫情二白 所以这两个国家可以说是什么 基础设施都非常薄落 那就是同一条起跑线嘛 大家相对在经济上就是同一条起跑线 你没有差就太大 那我们来回到1950年1949年那个时候的 国际政治环境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个大家都知道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进行对对抗 在进行比拼 那么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 都是亚洲面积非常非常大的 人口非常非常多的国家 那美国和苏联它自然都想就是挖拢嘛 就是把印度或者中国拉拢回自己的这个阵营 但是你作为中国和印度的这个角度来看 你作为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 你现在要发展工业化 你要发展 你一定是需要支持的 你不可能这个每一个技术 你自己都去研发这种的 你根本不可能 你首先你没有这个人才 你也没有这个基础 你也没有不可能 这怎么发展的快 但于是第一次改变命运 国家命运的机会就来了 就摆在你面前有两个选择 是骑墙还是抱大腿 这两个选择你怎么选择 中国和印度就在这个战 第一次战略选择上 进行的完全不一样的选择 印度选择了骑墙战 骑墙的这种战略行为 它既不倒向苏联 它也不倒向美国 对吧 它虽然不倒向 但是它和苏联又暧昧一下 而且苏联给了它一些援助和帮助 和美国又暧昧了一下 然后美国也为了拉拢它 也给了它一点好处 就是这么讨一点 那么讨一点 才会支持一下 但是你觉得 对于这种骑墙的 苏联会大力支持你吗 美国会大力支持你印度吗 绝对不会 你想想为什么 在两个这样超级大国进行激烈对抗的时候 而且你印度都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这么大的一个人口 而且你在骑墙 就两边都暧昧都落点好处 人家怎么可能会真心的大力去支持你 因为你不靠谱 对不对 因为你强大了 你有可能会倒向对方的风险 我现在只是为了拉拢你 我大力支持你是绝对不可能的 更不可能去一心一意的去帮助你 成为一个强国 安心的强国 不可能的 所以就是印度的极强政策 印度的下场 但是中国也是看到了这一点 于是中国选了一个什么办法 抱大腿 中国在建国之后 就一直抱着苏联不放 就直接和苏联抱了大腿 可以说是结盟 你可以理解为这种 就抱了苏联 那苏联这个时候一看 那不行 就你已经站队了 那就明显的站队了 那你就相当于就和我一边 那我就可以拉开膀子的大力去支持你 所以苏联对中国 就经过中国进行了大量的工业援助 专家技术人才培养 就直接往中国那边砸 所以中国的前30年的 整个重工业的基础发展 都基本的都建立在苏联的援助 和支持的基础之下的 快速建成 对吧 这就是不齐强 你站队的一个好处 对吧 所以说你选择比努力 这个时候更重要 这个时候中国就是站在风口 一个猪都可以直接被吹飞起来 就是你站在一个风口浪尖 你在人家这么大力的志向 而且你越落后 你发展的越快 因为人家从技术上把你的支持 你一下子就飞起来了 你看中国后面经历过多少的折腾 几年又搞一个政治运动 又搞一个清洗 对吧 中国人整死的不知道多少中国人 对吧 经济损坏 那就不计其数了 后面还搞了个十年文革 对经济损伤有多大了 但是又怎么样呢 对不对 又怎么样呢 你选对了一个方向 你有了一个好的战略选择 即使你内部在周谈 然后在苏联的鼎力支持下 你中国的工业技术照样建成了 照样起飞了 对吧 最后可以不是想说一下 苏联给了你的一些资金 和援助的东西的话 它其实不是完全免费的 它最后中国当然在三年 这个灾荒的时候 三年大饥荒的时候 它也是勒紧裤子 去把这些钱 通过一些其他的物品 粮食去换回来了 这也是因为很多原因 最后是饿死了3000万的中国人 但是这些中国人 就必死被代价 但事实上那些战略意义上的技术 这些重工业的基础 中国建立起来了 因为这些代价 因为当时也不在乎 你能死的可以继续生 所以当时中国政府 就压根 可能不在乎 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有些东西是你钱买不来的 这个在第一阶段 但是你印度 你印度没有得到苏联的大力援助 你也没有得到美国所谓的真正的大力援助 你就在中间起墙 没有谁会征兴的援助你 所以这样你就慢通通 慢通通走 但是中国已经在第一阶段已经 中国业基础上就已经飞起来了 抱着大腿飞起来 如果中国当时抱着是美国的大腿 那现在简直不可想象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阶段 苏联不行了 对吧 中国之前报警的苏联大腿依靠苏联 后面发现苏联不行 这个独裁国家是个权力控制狂 它要绝对的控制中国 而是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 于是中国在1960年 也在1970年这个时候 发现不行了 苏联这个大腿不能再抱了 苏联有垮台的风险 这个修正主义了 于是就彻底和苏联闹翻了 对啊 还搞了个九平苏联共产党 当时和中苏论战的时候 基本上就完全就是你死我活了 所以人民罗的话 人民报也就天天骂苏联 于是中国你现在不行了 苏联这个大腿抛不住了 我得去抱另外一个大腿了 于是马上离各种返华 中美建交 美国很开心啊 对吧 美国现在正属于冷战的教授阶段 美国现在非常需要 中国离开苏联 导向导向美国这边 然后来对付苏联 那这个时候中美建交 而且邓小平对美国的态度 对也是一直是非常暧昧 就各种承诺保证 中国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改革 隆路全球化 香港的问题上 我也遵守中英联合声明 五十年不变 那个时候中国已经民主了 和美国一样了 也没有必要了 所以中国可以说 在这个时候已经彻底赢得了 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信任 就在改革放的那个时候 就欧美国家就已经信任中国了 于是你会发现 从战略意义上 中国经济 从经济或者说从这个中国改革放之后 倒下了什么 倒下了欧美国家 改革放就是中国抱住了欧洲和大腿 西方的大腿的一个结果 于是就是各种外资 如潮水之般 直接风一下子涌入中国 你去深圳看看深圳的变化 深圳成个小渔村 现在变得怎么样 欧美的资金技术 人才培养 纷纷不断的 都直接引进了中国 中国经济开始第二波的腾飞模式 对吧 你就看看这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所有改变我们生活里面的 所有的科技 手机 电脑 机械制造 汽车 甚至很多吃的东西 什么各种东西 全都是欧美的技术 有哪个来自苏联的 没有 但1991年之后 苏联结束了他的独裁 苏联也顺利解体了 中国这个时候发展 已经逐渐成为世界工厂 这就是中国的报警了美国的大腿 虽然中国在89年的时候 他也被制裁了一下 是因为天安门屠杀的世界 被制裁了一会儿 但是他的方向选对了 他也周弹 他里面也一直在周弹 但是他的方向选对了 选对了方向就相当于 选择比努力有时候更重要 对吧 记住这句话 你方向选对了 中国你就飞下来了 现在飞成世界工厂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印度 对吧 印度眼看着苏联不行了 对吧 还继续在中间骑骑骑枪 对吧 也不倒向美国 然后也不倒向苏联 也不站队 对吧 就是他作为一个大国 他夹在两个大国之间 对吧 那美国最需要印度的时候 印度他继续骑枪 就是在中间 贪天小便宜 但是中国已经投怀送报给美国了 在地缘政治上 绝对不会有人喜欢骑墙派 特别是大国的骑墙派 是最令人讨厌的 你想想 如果你是美国和苏联 因为你不靠谱 你是一个危险的分享的因素 懂不懂 没有谁敢去冒这样一个政治分享 去花大的精力 去培养一个骑墙派 对吧 所以说在失去第一次的机会下的话 第一次的所谓的 这个疼飞的机会 印度他也没有去把握 第三次科技革命 也没有去把握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机会 所以美国的资金技术和战略 各种方面的这个知识 他都没有巨量的进入到印度 虽然印度也在全球化 当然也有发展了 毕竟世界都在发展 但是他毕竟不是抱大腿 重点的支持对象 于是和中国就彻底拉开了差距 所以说你现在你从GDP的收入 人均GDP的收入和各种方面来看的话 你看 中国改革之后和印度的这个发展数字的差别 你就可以区分开来了 于是乎现在我们又来到了第三次的发展机遇 就是中国现在的产业链正在逐渐往外转移的问题 这个就是也就是大众所周知 就是以前不久的中美贸易战作为基础 中国和美国彻底撕破脸 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已经 从外交上各方面经济层面 科技层面 已经就闹僵的一个状态 因为美国和欧洲 他现在已经完全不信任中国了 中国的之前的什么 邓小平的承诺都没有实现 而且再加上地缘政治的冲突 现在外资和企业逐渐正在撤出中国 他因为要规避政治风险 现在正在开始撤离 当然和中国的劳动力的一些成本 它也有关系 但是有一很大一部分 就是政治风险和战略 现在欧美国家的一个战略部署 它也有关系 地缘政治的问题 开始撤离 逐渐在撤出中国 对吧 而且你看欧美现在对中国的经济封锁 也是在进行 这个贸易战打来 逐渐在实行脱钩 那么中国当然也在实现这个内循环 也在进行脱钩 中国的外交也彻底战狼化 这个外交关系彻底崩掉 对吧 所以这个外交中和西方 也就彻底恶化 这个事件其实就是已经发生了 或者正在发生 就是科伊博士这么说的话 大家可能都比较认可 就正在发生的事情 那么现在作为世界工厂的 中国的产业链正在逐渐被转移 大量的外资迁出去 大量的企业撤出去 等等之类 正在转移 你觉得最有可能去哪里呢 很多男朋友觉得 当然是印度了 印度人口那么多 对不对 然后又土地那么大 但是现实的情况并不是印度 而是去了越南和印度尼西亚 你想不到吧 对吧 那为什么呢 这个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当然就是印度它已经措施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发展机遇 所以它的教育和它的基础设施和它的底子是有关系的 对吧 它和这个印度尼西亚比起来的话 它没有和越南和印尼比起来的话 其实它反而是相对有弱势 可能差距没有那么大 但是反正没有什么优势 这个样子 一个是底子问题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印度的骑墙政策 第三是它的骑墙政策也一直很有关系 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的发展 印度一直和普京和俄罗斯的关系非常之暧昧 就是目的 就是他们关系非常暧昧 它经常不顾美国的一些反对 去大批量的去购买俄国的军事设备之类的 而且一购就是非常非常多的钱 美国非常不爽 美国对于这种大国的话 美国是真心不敢去真心支持印度 说实话 因为你真不靠谱 你想想 万一你强大了你和俄罗斯站边或者鬼混了怎么办 你有这种风险吧 而且你没有站在我的这个边 我凭什么要支持你 对 我凭什么要大意的支持你 你拿出一个态度 拿出一个理由来 让我从战略意义上去支持你 没有 他没有拿出这样的态度给美国家 那你表面的态度说明你靠谱 所谓我培养你 否则你成为白眼男怎么办 成为一个白眼男怎么办 所以从战略意义上 就是他没有得到支持 所以这个产业的转移的一部分的话 他不是主要出的印度 对吧 所以他去了是 现在是印尼啊越南啊等等之类的 这个其他的国家 所以你现在看 越南的经济和印尼的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了 或者已经飞了好几年了 他们的那个制造业逐渐正在飞起来 就产业是这么一部分转 对吧 而且现在又有一个结果眼张的事情 是什么呀 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事件上 越南坚决站在了反对俄罗斯的一方 联合国的投票上的话 也都是投了是赞成票 美国一看 小伙子不错啊 而且国土没有那么大 没有大威胁 印尼也是啊 你反而在印度 在这种大是大非的这个关急骨眼上 居然还在背后拿俄罗斯的折扣 然后还在想在背后捞点小便宜 在美国在美国的背后和在欧洲的背后捅刀子 对还购买了几百亿美元的这个军事装备支持俄罗斯 而且还大量支持俄罗斯的卢布的货币政策 现在欧洲都已经恨死你了 美国也恨死你了 所以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是大量的西方资本 已经纷纷地撤出俄罗斯了 大量的西方企业也在纷纷地撤出俄罗斯 而且全世界都非常非常敏感 都在看着了 你这个印度 现在已经被当做这个骑墙派 被法兰斯在欧洲这边的舆论的话 是各种鞭打 你觉得印度的这种骑墙的状态 在全世界的舆论之下 这么魁魁之下 你的资金技术企业 你会优先选择你那边吗 鉴别说你在基础教育 或者很多设施的教育 教育上的这个教育 你根本就不如越南和印尼 对吧 你产业量的转移的话 更加就不可能优先去选择你了 如果你不骑墙的话 你有欧美的战略支持 那你即使这个底子差一点 那你有可能会迎来一次新的一个起飞 但是现在我觉得印度已经是不可能了 已经是不可能了 所以印度可以说他就已经错过了第三次他改变命运的机会 得不到这个战略支持 所以他战略意义上他他他已经over了 所以印度未来他当然也会发展 但是机会他是错过了 所以我觉得未来印度经济如果是通过这种发展式的想要超越中国 他已经是不可能了 但是从结果上的话 你说最后印度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他可以从绝对值上 最后结果上印度反而超过中国了 这个其实可以不是觉得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那也不是印度他自己努力 他发展起来的原因 而是中国自己他折腾的原因 他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中国去把继续折腾 就把自己折腾的虚弱了 然后弄死了 那这个时候中国在如果经济逐渐下行往后倒退的话 印度保持不变 这种情况下 或者印度很缓慢很缓慢 在这种情况下 印度最后反而结果上超越了中国 超过了中国 那是完全有这种可能性的 对 但是也不是印度他自己发展超越的 但如果说中国他能够比较稳定的 非常正常的 又不周遵 比较好的一个正常的发展的话 那么印度 他终身终世 永远永远都不可能超过中国 就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他在地缘政治上 在大的战略眼光上 在长远的规划上 他太过于目光短浅 这个是绝对他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话 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利的 对 骑墙派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支持的 特别是大国的骑墙派的发展 对 印度当然也会为他的战略错误付出应有的代价 就是他错过了三次 他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 对 好的 那这期科学博士老师 关于印度这个 从大的战略全球的角度 就讨论到这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点击订阅 关注科学博士的YouTube频道 不要忘了点击订阅 关注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如果有什么课题 我们一起可以交流和讨论 也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博士也可以为大家进行解析 好吧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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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